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地毯铺的 离了外线 坐我吧 你妈呀 这离了 哎呀妈呀 太冷了 一下不习惯了 你上一个台阶你说 这个 感谢吧 毛老师 感谢吧 感谢我们的新客户优酸乳 感谢优酸乳 对毛小伙伴的大力支持 大力支持 喝上吧 喝上吧 我确实小时候老喝 我也是 谁家成仙买真羡慕 成仙买就是喝得可快 但真的只有过年的时候才给成仙买 那不是我家以前就成仙买 是吗 那你家条件还是好 我爸我妈对我好 可能因为我妈本身爱吃 我爸我妈对我就有所克制 我妈对我说是 像过年的时候会按仙买 随时都是按盒买 牛酸乳是好喝的 酸酸甜甜 肯定是啥味 咱俩喝一味 我爱喝荔枝的 我啥都爱喝荔枝的 太好了又要过年了 我现在所有的 就是过日子盼头就是那个年 也快了 一年一年可快了 咋这么快一年又过去了 谁到了 感觉也没干啥 就这么老去了 你俩小人挺绿 咱家现在充满了绿色 抓住青春的尾巴 不行 要延长青春 延长青春 但是各个年纪 有各个年纪的活法 对 也不用非得追求青春 我也觉得让我回到年轻的时候 我也觉得不行 我觉得我18岁状态远没有现在好 因为那个时候迷茫更多 我就感觉我那个时候好像想的也不成熟 然后每天也不知道在干啥 然后你说享受青春了吧 好像也没太享受着 不能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 对 我感觉我18岁的时候没有什么 对 这玩意就跟健康是一样的 你拥有的时候你没有想 不寻思的 对 你现在一想想 当时要是那样就好了 对 珍惜当下吧我还是 对 永远是最年轻的一天 那今天顾好得了 看上电视吧 咱家这个电视 华为智慧屏V5 Pro 里边还有游戏 相当好 相当不错 全民像西 而且这个遥控器是灵犀指向遥控 你指的时候你就非常灵敏 指哪儿就点那儿 操作上非常丝滑 像其少女 可以 它里边还挺多游戏 大伙儿个一起玩玩挺好 不错 今天要来的这位来宾 胡老师 胡哥 腦袋胡哥 胡哥 你见过他们最近 我就我俩录5快6了 你见过胡贤旭吗 见过 你俩是什么活动见的 最开始是 老男孩那个电视剧的 发布会好像 马城市是吧 对 我去唱歌 他在里面是演那些儿子是吧 是 他演了不少儿子 但是因为他已经在荧幕上活跃很长时间了 但其实他年龄还非常小 23岁 对 就是我时常以为他跟我们差不多大 没有 你感觉他不是个小孩吗 我知道他比我小 但我没想到他00 我以为他9798呢 哦 华少你看了吗 秦岚女士 来了 是 秦岚姐那个声音 她真的太可爱了 而且她非常爱说话 对 她自己又很愿意说 好久不见 是吗 胡哥 哈喽 你好 胡哥 哈喽 请进 哈喽 哈喽 好久不见 咱俩还好 我给你盯上吧 谢谢 今天这是大展身手 哈喽 鞋 我自己戴了拖鞋 我自己戴拖鞋 我戴了一个很可爱的拖鞋 我想穿一下 哦 我的妈呀 你看 你看那鞋 你咋还自己戴拖鞋 她是不是啥呢 不知道 她现在上面有个大眼睛 她这个鞋有点凉了吧 还好吧 你再不进来 我俩就要开始看电视了 哈喽 你不进来 我俩就准备偷摸 就先是开始看你的花哨了 老师们好 别客气 请坐吧 整这么生疏 请坐吧 给你俩带了俩礼物 就是 就是那个 他们 请坐 好 就是它那个是一次 一次成型的那种 哦 相机 小相机 然后拍完了之后 然后寄到那个胶片店 让他们直接把机器拆了 胶卷就出来了 不用换 但这个是得是哪个固定的 牌子吗 不是 就是你就送到那个洗脚卷的地方 他就给弄了 你别 你就这样它会舔你的嘴 别理它太近 我昨天晚上起了一个大炮 我看着了 我刚想问了 上火了 不知道 我就突然上火了 北京太干了 然后我还戴了帽子 听说了 听说你爱好那个帽子 对 哎呦 哎呦 这个好啊 我能试不 试试 试试 当时李远欣戴男生帽子 没事 你好像那头地垒的 我像那个谁吗 光头墙吗 不像 像那个举起手来 你知道那个 我知道 他这个翻着也能戴 我戴的时候 一般都是这样翻着 然后反过来 把那个帽檐憋到后边 像西部牛仔 你戴我看了 你那头发能 你那是好看的 你要不试试 我戴的这些 我跟你看 我都戴不上 你试试这个 要不 这个帽子 太大了 我头太大 你 我只能把它放在头上 这种呢 这个好看 最好看 你想什么 我就是说一下 我也 我头也大 我戴帽子不好看 这个行 你顾欠 我头老大了 你多少头 612吧 623 你多少 我55 别跟他讨论了 太慢地帽拿走 快把你帽拿走 55 55挺大 你才55 我57 你跟人家 你才57 你57 尤其是当他预售完他55 我57 不是 他脸小 但我扁 我后边扁 你看他后边是圆头 这屋这么大的 挺大 挺大 是帽子快 我对不起 这都是你自己买的 还是说自己买的 我特别喜欢戴帽子 戴眼镜 为啥呢 眼镜 都洗头 对 你像这种眼镜 就我这种脸盘子 戴着也不好看 就是自己挑 你戴这个好看 自己挑 然后我现在最喜欢逛的店 就是帽子店 眼镜店 对 这个好好看 那个没有 他这个好看 你还真是有 我戴不上 你试试 万一 你试试 而且他都是这种窄框的 戴着就是很霸总 你没有他霸总 我有一个我觉得适合你 对 就是你手里这个 这是个墨镜 这行 这行 毛老师 墨镜 这可以 这个好看 像黑衣人吗 像 神秘吗 神秘 很神秘 很神秘 我看一眼 但你那两个病脚就有点聚了出来了 那是 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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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我得装个装 神秘 你戴这个我看看 你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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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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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就是以神秘的姿态 来到你们家做个 你戴着眼镜真的好看 不是所有人戴眼镜都好看 你戴眼镜真好看 我黑眼圈特厉害 然后我每次 我之前那个录那个花哨 他们就说我为啥一直戴眼镜 就是因为我们那个节目 也不能戴化妆师 你今天自己画 就是一人自己去 我不画 然后平常的时候出去玩 因为每天起太早了 就戴个墨镜 戴个帽子 戴个眼镜 把黑眼圈一遮就录了 那姐姐们他们今天自己画妆 画 他们起得特别早 他们提前两个小时 一个小时 他的头发咋也自己能弄 但一般男孩都会弄头发 你头发你会抓吧 不会 你会抓头发 会一点 真的 上学的时候 大家都中学的时候 就开始弄头发 那你会自己用卷发棒吗 会 还会用夹要瓣呢 夹瓣你也会 不是很会 但是我有那个工具可以用它 我不会 很多男孩短头都会 我经常要卷头 我给你卷 我不会 我一点不会 发辣呢 多点 对发辣 还有干胶 然后我连胶都没有 我也有 你挺厉害 我人生中第一罐发辣 是去年买的 纹理感 然后纹理感 我自己在那对着自己戳 成功 特别不成功 戳你年糊的 越来越多 到最后的这个结局就是改背头 全给估 全给估上去 你现在这个头发是自己抓的 当然不是 这是花钱抓的 对吧 你们那不让带化妆师 不让带 服装师也不行 反正就自己带好了 没有 我们是 这就是出发前就是造音师搭配好一套一套衣服 每天换 怪不得那么老些箱子 对 要不打整呢 对啊 包括我也是 也都是带好 但你们那可以洗 你就是固定地方 他们是还得来回走 来回走 我看你们有个视频超重多少公斤 超重100多公斤 超重100多斤吗 就是我们其实超的算少了 节目组超的太多 他有设备 他们有设备 嗯 他们好像超重费 掏了20多万 我以为是在当地找设备 不是 带过去 嗯 他们都是清官的时候 就是从国内带过去的 嗯 节目组到最后一站转场的时候 说我们这趟飞机比较特殊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们付了一下那个超重费之后发现 其实 不如包机 不如包机 他们包了一个飞机 我们飞过去了 咋样 感觉着 因为那个节目对我们来说都很神秘 嗯 这一季的气质 哈哈哈哈 其实其实 其实没啥感觉 就是大家在一块出去玩 他们还是一带一路的那个神 对对对对 还是有主题 好玩吧 累 但是好玩特别好玩 就我觉得没有 没有任何一个节目组 就是旅游节目能玩的比花哨好 因为他们确实做太多季了 他们踩点踩的特别好 然后就是找的地儿都特准 你主要还是去看人的地方 对对 然后就感觉其实是不一样 因为你换了一个环境 你没有 其实 其实他这个好玩 这个好玩在你跟六个陌生人 比如说 之前你和他们有人是熟的吗 我跟纸雷姐 养过母子 对拍过戏 然后跟海鲁姐拍过戏 然后我跟那个王宇是之前认识 是好朋友 就是我们这几个姐姐就是五个姐姐四个东北人 你们这个东北旅行团也太多东北人了吧 对 然后八姐也算半个东北人 八姐咋能算霸东北人 她东北话说的也很好 性格也很像 姐姐们都特别洒脱 就是有话直说那种是吧 对 有啥说啥 你跟哪个姐姐关系最好 我跟纸雷姐可能关系最近吧 对 因为我从小就 就是我跟海鲁姐 海鲁姐还是会给我那种 大家长的感觉 因为我是很小的时候跟她拍的戏 我那会儿管她叫舅妈呢 然后雷姐是我那会儿正好是十六七岁 青春期的时候 然后就是虽然她演我妈 但是我们其实基本上没有那种 就是长辈和晚辈那种感觉 其实就一直像朋友 所以在这个节目里就是她在我也特安心 因为她也特照顾 她很照顾 她有那种就是给大家感觉就是她大大咧咧的 然后但其实她比较细腻柔软 蓝姐也是蓝姐现在已经 我的半老精神偶像 这我特别喜欢 对 就是那种东北女人的那种可爱 她是东北的吗 东北的 我不知道 东北女人的可爱就是 她就是能释放很多很多情绪加值给你 就是让你很开心 像一个嫂子吗还是什么 不不 像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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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你随便做一个什么事情 我给你拿个水子 谢谢弟 优秀弟 就是那种她就是让你她融在生活中每一个地方 然后在大家都比较当的时候 她又会主动挑进来 然后她还经常释放一些特别牛的那种金句 你知道吗 就是什么我们人存在为自己闪耀就好这种 然后你还不觉得她在给你上价值 你就很稀疏平常听到一句非常浪漫的话 很舒服 雪芯姐也常常这样 不行 整金句 不行 来两个金句快点了 那我问一下 我问一下就是我想问啥 就如果你自己旅游的话 你会选择这种就是六七个人的旅行吗 那你大概是几个人的那种 至多四个吧 那你正常你旅游的时候 你是做决定的还是配合的 配合的那种 不是 我是那种来到一个地方 然后我 我有点不喜欢 我就说 对不起 我要走了 那你好做自己 就我就是 我会很诚恳的跟我朋友道歉 对不起 就是我想回家休息 那如果就是 那时候那大家一起走吧 好啊 你就也不会觉得 你也没有心理 你一点也不内耗 所以我一定会选 跟我关系特别好的朋友 就是能接受你这种 也并且了解 能包容我的一切 就是我的朋友 基本上都是那种 就是跟我关系很好 特别好 你有那种就是一下子就信任的好朋友吗 还是都得经过很长时间 才能达成信任 得经过很长时间 就是我朋友少 也是因为就是我 我其实 找朋友这事特别苛刻 体现在哪要求的很多 还是 就是他对我有多真 多坦诚 多坦诚 装还是比较容易感知到的 是吗 哎呀妈 有一些人他装得很浅显 装的是哪方面 装 就你问的 比如咱俩都聊一个事 我已经很坦诚得到我观点了 对对对 他说是吗 然后就比如他这种 是吗 你刚好 你现在就是 是吗 有这样的人吗 就是我对朋友的这个选择 就是这个 就是我跟你暴露多少 你必须得给我暴露多少 他必须得对等 你能暴露能暴露啥呀 我会跟他说我最底层 最那种拿不上台面那种想法 就是 如果你也给我展现了你的那一面 你会让我觉得 你居然这么想 然后我们可能就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哪怕你们俩想的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都没关系 只要诚就一样 只要诚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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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就是把我撕开 我给你看看 你看 我是这样的 那种 你到底是哪样 你怎么 明白了 那比如说内心深处最那个啥的呗 咱也有 我能理解你说的那个 但是 真诚 就是最那个东西是有必要的吗 在社交当中 他我觉得他是这样的 因为我也这样 就是有一些人叫认识 有一些人叫 就是朋友 他说的朋友 其实是我们的好朋友 就是最核心的那几个人 他称之为朋友 你不会广泛的用吗 就是朋友这个称呼 不会 就我判断朋友 就是什么是我的朋友 是我自己一个人 我闷的时候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 抓起电话打给谁 那个人是我的朋友 但其实已经有这个一个固定的圈子 这几个人 关系很好听 其能剧就几乎满足社交需求了 对 其实我的社交需求已经 你也是 我也是 我周围也很固定 而且如果像那个胡哥说的 我们家来进屋就是哥 到这来不一样 你就是胡哥 小胡哥 小胡哥 哥 小胡哥 但是如果人家一上来 也别一上来了 就是哪怕是真的很好的朋友 忽然来跟我走心 我也会觉得很有压力 就是我不是走这个 我会有一点 谈心路线的人 就是走心交心这个事 我需要我们俩之间 互相就是喝大锅 你已经建立了信任基础 对吧 就是你他上来 如果就跟你说一些特别的什么 你会觉得有点 超过有点超越边界了吧 有点就是 好突然啊这一步 你就感觉他是不是跟谁都说这些 对 习惯性的敞开自己 或者是他怎么这么信任我 那我要回馈一下什么 第一次见面掏心窝 我还没有做好跟你 建立这种信任的 对 你在这个圈子里面朋友多吗 很少 我其实在北京就 三四个朋友 就是但是我们就是一直去 一直去 多一直去 只要大家都在北京 就应该就在一块儿来 我们是四个男孩 然后就是一直在一块儿玩 一直在一块儿玩 我们玩最巅峰那会儿 是我开了一个节 叫怀柔节 就是我定每个月的7号 或者17号 我们一块儿去怀柔 就什么都不干 就在那儿聊天 看星星 整的还挺浪漫的 四个大老爷们儿 一起看星星 对 就是看星星聊天 都是单身的情况吗 不是 那还能老在一块儿倦 对 那你要旅游呢 你是跟他们还是跟自己女朋友 旅游的话 我还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因为一直没有女朋友 你这样呢 你们四个一个一趴 他们四个完了单独再出去呢 那不就是在两方互相说坏话 对 不在的时候 那你会选择跟朋友玩还是跟恋人玩 我只跟恋人一个人吗 就是你现在 咱们仨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都要去出国旅行 但是每个人只能带一个人 那他有唯一性呢 唯一性 那就是只能带对象 那选别人超过对象 成为这个唯一吗 能 你呢 带一个人不带对象吗 现在说 现在让你出去旅行 但只能带一个人 你别说我带我爸去 我带我妈那可不行啊 你这不是在性质 我肯定带朋友 就一个人 我没对象 假装你有 虽然虽然我俩有似的 你说的玩似的 像我俩对真思考似的 谁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应该带对象吧 你看 我肯定带一个人肯定带对象 对啊 这怎么跟对象说呢 就是我要出国旅游了 我只能 只能两个人去 我 我在朋友和你之间 这没有朋友 真成了 这一趟玩完应该就没对象了 那就没有对象了 以后就可以一直跟朋友 待在一起了 但是这个旅行 你可 你的对象可带可不带 你会选择 跟他一起去吗 比如说 是四个男孩 然后这四个人都特别爱玩 每天玩的很晚 可以 那就我们一块出去 但其中有一个人 比如说我朋友那个女朋友 她很早睡觉 她十一点就要睡觉 她十一点就要睡觉 比如说我们都到泰国了 今天晚上 我们去酒吧小卓一下 她女朋友挂脸了 那有点 当然她没有 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人她挂脸了 举例子 然后她就是 你跟不跟我走 现在要回家睡觉 你回不回 你不回是吧 好我自己打车回家 怎么办 那不行 那肯定不行 那要不要带她 看过电视吗 我们得看点你小时候那些精彩视频了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 这两天我也老看 但这地儿老舒服了 这个地儿 这个地儿 坐着可比这个地儿多了 是吧 这个硬 那个也舒服 你也可以坐那个 这个舒服 这地儿贼硬是 谁贼劲 这是啥节目 老公看你的 你家 你爸妈也是那种很开朗 很外向 对 很开朗 天津 那是 这么小 希望大家支持 打武器兄弟 这孩子真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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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热情啊 我这爹就没用了 对 感觉来到水帘洞吧 哎呀喝 这个现场人机 这对负子呢 是来自天津的一对负子 个别能输 是吧 来到天津 快玩 好羞耻啊 你这 你看到半天 你自己看过这个吗 从来没看过 我们是不是有点不礼貌 播这个 我已经被冒犯惯了 最近 你当时享受这个吗 那看起来应该是享受的吧 你还挺享受的吧 就是我对小时候的记忆 已经很陌生了 其实 在那个时候你十一岁 你已经是拍过戏的了 对吧 对 就网上他们就是 上热搜的那些视频 我一个都没有点开完整的看过 我就打开看一眼 啪我就关了 我觉得太羞耻了 我也不知道观众是怎么看完整 没有成长到那个坦然面对这些的时候 你小时候可不咋挨啊 小时候不挨 现在挨起来了 天津是一个 会强制你变成艺人的一个地方 跟东北似的 就是 感觉天津比东北还要异一些 就是正常加大人聚会 会经常把做小孩的那桌子 你叫过来 然后表演一下节目 通常是什么样的节目 就是说快板 你会吗 你会打快板吗 会啊 这是天津小孩 每个人都得学吗 不是啊 就是 当然不是吧 这也不是放在这个一部教育人 就说了 你们是不是东北人全会像二人是吧 会啊 我觉得是会的 那你们学吗 不学 你学二人是吧 从小听 这个不得学吗 这个是我以前学的 是特意学的 特意学的 但后来就是大家让我去表演什么 我就特排斥 然后我就 我还特怕上台 其实 真的 我上台 我上台特别紧张 那你刚才可不像 小时候不会 今天你证明一下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那样了 十四五 青春期了 对 就不这样敢了 你介意就是别人一直把你当小孩这件事吗 刚那个成年之后稍微有点介意 现在反正就不够了 反正我自己的这个状态也一直都在变 我还挺尊重自己的 我觉得我就我啥样就啥样没关系 我也不需要去迎合网上的一些东西 我就是只要我现在就这样 然后你喜欢就喜欢 但我现在不这样了 就是你也别让我变回原来那样了就行 其实是一个成长阶段 它现在挺成熟的 只是大家因为那些视频 就停留在它活泼可爱的那个印象中 因为人的成长和观众的感知 以及不认识的人的感知 一定是有滞后性的 这样也很好 因为它一旦有个滞后性 再过于这儿看到你的时候 其实那已经 哪怕那已经是一年前的你了 但观众仍然是惊喜的 对 这种滞后性是能拉开距离 还能保持一些神秘感 你现在要是也是把我当小孩 我的老快乐 做梦吧 真的 我觉得她是一个保护色 我觉得 就是我还是个孩子 你性格像孩子 你也是就是有朝气的那种 是吧 感觉还是跟你小时候这个有点影响 就是一个人吗 大家不是 因为大家对你的印象就是活泼的 就是天真 也不是天真 有活力 她还是年轻 是 是 本身还是 是 就咱俩再有活力也不像孩子 好吗 嗯 今天我是讲的那个单一淳的那些行程 好几个活动联着一起 然后飞着各地飞 我说真是年轻 我听得都累 我不知道 就是 你俩俩俩俩俩俩rent 这是个小厚 有此外表的 有是 SO 你进去 你俩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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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俩熔 talent 顾佑 愤求 就是不老实 一直动 那他用在词汇中怎么说 你用天津华说一个 奏剧 你别老来回愤求了行吗 你别老来回愤求了行吗 对 上哥也有意思顾佑 你在那儿愤求吗 愤求 愤求可以学一个 嗯 遮蔽子你们说 遮蔽子是什么 翻来覆去睡不着遮蔽子 没有 没有 还比奋求还要 他翻个声 沾转反侧 哎呀 过一会儿又翻个声 就来回 像烙饼 对遮蔽子 遮蔽子 对就是睡不着 嗯 怎么这么多关于这种 这种动作的词汇 这种我妈以前骂我用的话 我来回遮蔽子 来回奋求什么的这种 天津人聊天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顾笑点呢 就是我得幽默 大家得斗包袱 有吧 我觉得是应该有吧 它是来源于一种 就是文化性的一种幽默感 我觉得 就像写诗一样 它可能不一定压韵 但是它在折 天津话 感觉是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都在折里头 我每次听叔叔大爷们聊天 我都嘎嘎乐在旁边 也是它地方的性格也是有点 对我觉得就是跟 东北人跟天津人都是 你要是说话不幽默 感觉你在人群中就会消失 非得我得说点啥给你们斗乐 对感觉我就输了 回去晚上睡觉的时候还得复盘 我今天那么说好了 对 我小时候上课上学我就复盘 今天老是这句话我没接上 我的妈呀 我要那么接就好了 哎呦 特别懊悔 接的会儿就那么大心理压力 不是说 不是说我每天就是故意要复盘 就我晚上睡觉 我会突然想起来 如果老师当然说那句话 我那么接的话 应该效果会非常好 会这样 如果说的特别好的 回去也会稍微会 还反反思 真精彩 这接的太好了 我怎么想的呢 真的真精彩 我的妈呀 你早上课不接话吗 不接我 我可稳定的 哎妈呀 那有啥意思 我上课都干啥 在画画鞋要说 聊闲片 对 跟同桌 穿着鞋 对 穿着鞋 你搞我的鞋吗 我疼 你挺自然的 我就问问 你挺自然的 雪芹姐现在主事功利 不了得 我就问问 直接的问 对啊 那咋了 那不说 再不说 不说 说了这么多旅行 我问你一个问题吧 毛老师 你觉得 你的回想起来 带有酸甜味道的故事是什么 我回想起来 带有酸甜味道的故事是 我觉得毛雪望从一开始 就比较难 然后也没有什么客户 但是现在呢 客户也越来越多 也很优秀 然后关注的人也变得越来越多 其实也算是酸甜都有这一路 很丰富的一种回忆 它又有点小小的心酸 但是最终又说过了甜蜜 你在这给我扩句呢 但是说到酸甜的 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优酸乳了 真是我们从小喝到大的 童年的熟悉的味道 也是属于我的酸甜回忆 对啊 而且我们小时候不是经常 就是把这个把优酸乳放冰箱里 对 冻上 完了拿出来 捣碎了吃 非常幸福 今天优酸乳也出了新口味 一个贵妃丽芝和如意性子 还有喝优酸乳赢黄金活动 买优酸乳扫香内的二维码 百分之百中奖 超多幸运福利 还有机会赢黄金呢 算不错呀 那咱俩试试吧 赶紧吧 走啊 整火锅吧 快点吧 一会儿到我16加8过点了 你现在严格执行 我今天到八点之前也不能吃 是不是 抓紧吧 吃越早越有效果 你吃哪种火锅 我都可以 这什么料 麻辣 三鲜 番茄 吃哪个 我来个 来个三鲜来个辣 行 这挺香 别说 这料味儿冲 王老师这果开了吗 开了 他真是 看着多了 对 今天的那个医生还跟我说 你跟我收到的东北老铁的科普是一样的 我还有人给我科普 我说实话 在有快手之前 我们那边没有老铁 没有人说老铁 那你们知道 就是你们作为东北人 你们知道老铁是什么意思 我跟你讲科普一下我们那边 就是这只代表我家 我们家那边 在短视频出现之前 我是不知道有老铁这个名词的 而我们那边只有一个词叫铁子 那为什么叫铁子呢 铁子是什么呢 就是两个人的情人关系 还在是不正当的情人 甚至是 关系铁是有的 对 比如说咱俩关系铁 是说明咱俩关系好 我们老家也没有这说老铁 但是没有老铁这个名词 你说那 用铁来形容就是是因为 是因为甜铁 甜铁 我这 甜铁 用舌头甜铁 那我没听说过 谁跟您说 我之前在花哨里还给人科普 为什么要叫老铁 因为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老铁的意思是 因为东北冷嘛 然后老铁就是好朋友之间 这个人用舌头甜铁 然后舌头沾上之后 另外一个人对他哈气 给他舌头哈开 然后用水浇 那唇是瞎编 是啊 我就是以为我一个天津人 谁跟你说 给人一桌东北人 这个解释什么叫老铁 东北人都听蒙了吧 全蒙了 我感觉绝对是瞎编的 可能是人家知道一些 我们不知道的知识 也有可能 对 但我们确实不知道 不不便这件事 不太了解 来吧 开吃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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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开下吧 下点我的小青菜 来点肚 要蛋 贼香般的蛋 来会儿尝尝吧 不可能 想不别想 我吃点我这菜 天津吃涮肉也有什么讲究吗 没啥讲 天津羊汤好好喝 叫麻将是吧 上火就是 对 特别好吃 因为是羊小郎给买的 当时在天津带着 把羊小郎买的那家 最好喝 羊拜拜 这辈呢 羊拜拜 为啥 我们在一块拍戏 他知道我是天津人 就一直管我叫胡拜拜 我说羊拜拜 你俩拍哪个 《穿过月亮的礼》 那个要上吗 明年吧 明年吧 有啥最近要上的吗 有一个剧要上 开赛车的 开赛车的 《飞食人生》 对 差不多要上 哦 王彦霖 你俩 挺有意思 我感觉呢 也是喜剧色彩的 对 开新的戏 还有三个电影 《煤博》的 《煤博》 好多呀 是这个 现在就是找你演谁的儿子这种角色还多吗 基本没有了 就是演你一个年轻小伙了 对 你演过霸总吗 没演过 你想演吗 我感觉我这个行 没想到霸总 真的吗 我不是那种行 但我今天从你身上看到了他的轮廓 就是他的内容可能性 为什么 因为 帅 可以 研究研究 下回有这种剧本 接一集 你看一看 我今天就是以蜜的姿态 来到你做 现在霸总的特征就是 有钱 帅 工作能力很强 看霸总下厨 对 然后还得有高雅的爱好 霸总还得有一些心灵创伤 导致他对所有人都很冷淡 强大的外表下 会一个人在黑夜中浅视伤口 对 这种 把你走进了他的内心 对 那和女主角的关系 要从欢喜冤家开始吗 也不一定 互相看不上 也有强强联合的 也有是那种双强的 那种也好看 那种好看 上战 霸总女孩还吃这一套吗 太霸总 就有点冒犯了 那现在是哪种霸总呢 因为霸道总裁后面 总是跟着爱上我的三个字 我就会觉得 他不爱上我 跟我啥关系 他必须得爱上我 要我看着 我个新闻里看得了 我跟他 我丑他干啥 毛老师 喝不喝 凉的 又酸乳 当然了 能给我拿一个励志味吗 马上安排 贵妃励志和乳艺杏子 中华好果贵妃励志 我要来一个贵妃励志味的 那我来一个乳艺杏子吧 世事乳艺 新年幸运连连 谢谢 干杯 酸甜好喝真不错 嗯 真好喝 你能随便加人微信吗 可以 好喝 胡哥发疯圈吗 很少 非常少 那你刷疯圈吗 看不 偶尔刷 你刷短日文吗 刷 你发微博吧 刷 刷自己吧 刷 搜自己吧 搜 真的 你不搜吗 我不搜 我搜 你也搜 啊 而且你多搜 他那块会变成长搜 可恐怖啊 你就直接点进去 我的朋友圈都是 记录一个我特别觉得 应该记录的事情 我才会记录 过年 对 过年 过生日 有那种情况 就是有一个朋友 给你很早以前那条朋友圈点个赞 然后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 他半夜发你朋友圈儿去了 当时还要点一个赞 就让我知道他在看 有可能 这行为很奇怪 我不知道他要表达啥 他表达说我来看你朋友圈 我半夜来看你 我大半夜不睡觉来看你 我很关注你 我很想你 之类的吧 我不懂 有可能 你应该问 那我再中了他的技 那就是 你就明知道是个技 你就试试呗 你看他要干啥 我说给我点赞干啥 那能这么问吗 能 咋的了 咋给我点赞了呢 这晚不睡觉看我朋友圈儿刚好 那想起来帮我以前朋友圈儿了呢 这话题不就开启了吗 咱也不说想 我想跟他聊天 我就可以去翻到以前的同学圈儿去点赞 是不是 那看你想不想 会不会奇怪 会奇怪 你看是吧 其实看你想不想传达出 就是我觉得他做了这件事 一定他是勇敢的 他还是想让你知道他 他看了 对吧 你快乐吗 你快乐吗 我快乐吗 你点反省事没有吗 功夫 我的沮丧是不被看到 我有很多代播的心 播了的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因素 然后导致可能没有那么好 所有东西都压着 我受不到 我努力了 我真的努力了 但我受不到任何正面的原因 我受到任何正面的反馈 那你说你虽然带播 但是你是 就是 观众的反馈目前没有多 但他夜内的反馈应该也挺好的 就我夜内的反馈 实际上一直都不刺 对 但是就是 但就是他没有机会见观众 对 对 其实是对演员来说 挺急的 对演员来说都是很着急的事情 但我又有自己的 就是很奇怪的一个坚持 就是比如说我以前排斥上走的 因为我不想给别人敞开心扉 我当时是觉得 我这样是保持神秘感 后来我发现不是的 我当时不愿意唱的原因是 我怕让大家看到真实的我 大家说我演戏好 但我觉得我演的没有那么好 大家说我长得好 但我觉得自己长得没有那么好 歌又没有那么高 然后声音也没有那么好听 唱歌也没有那么好听 跳舞也不是很通 我发现自己有特别多缺点 我自卑 但是我突然有一天 我就琢磨明白这个事了 然后我就觉得 确实 我挺好的 我就突然一下觉得 我挺好 我以前老觉得自己不够好 是什么让你突然有一天 觉得我好像还不错呢 有很多个契机 其中一个契机就是 我跟我父母的和解 因为小时候是我爸带我出来拍戏 但是后来我成年了之后 就是我跟我爸等于就基本上就分开了 我明显觉得他们有一种就是 我的儿子要脱离我的掌控那种感觉 然后我又是很努力地要离开 撞在一起呢 就可能经常吵架 经常吵架 然后到了今年 我有一天我跟我爸说 我跟我妈说 我说我其实我好像没有那么快乐 他们也像传统父母一样 你有什么不快乐的 很多人我就说这个抑郁症 很多人就是他不被理解 不被家里人理解 这很可怕 当然我没有抑郁症 我就是说大概这个意思 但是逐渐逐渐的就是我明显发现他们变了 他们跟我说其实你挺好 我儿子快乐就行 然后我就 就是他这种潜移默化的偶尔这么一两句 虽然还是以嘱托和唠叨为主 但是偶尔这么一两句说你快乐 比什么都重要 你身体好 比什么都重要 对我来说还挺重要 我觉得自己挺好 愿意给大家敞开一点 我还挺感谢花哨的 我说实话 因为我也很久没有交新朋友 然后我上那个节目 我是很开心 虽然很累 我们那会儿录节目嗷嗷哭的时候 那个摄像大哥就是在这 他拿着那个机器 那很恐怖 但演员朋友们应该很习惯镜头 综艺的镜头 可是那个镜头还不太厉害 那镜头最好大的 最好大的怼着你 被镜头震大点 综艺它就是没有什么行动 所以有时候综艺还挺好的 它随时随地能让你 随地大小鹿 对 对 随地大小鹿 我听他们说他们在 他们也在邀请蓝姐 但我觉得你俩真的 我觉得你们应该会很喜欢他 我本来就很喜欢他 我原来就 我是真的在他身上学着东西了 蓝姐的话 我还是往心里走了 其实我当时听的时候觉得没什么 后边还回味了好长时间 就是他说那个 我们存在其实就像星星一样 为自己闪耀就好了 没关系 就是我做得最好 我做得再好 也一样有人不喜欢你 刘德华老师都有黑色 怕当然了 没关系的 当然有了 你还是在意的 我在意 那你还敢搜 你看我在意我都不搜 通常好评多才搜 你搜两回全是骂的 也就不搜了 那也是怪不得 就我希望大家喜欢我 然后我觉得 还是收获了一点东西 但是那东西我不知道是啥 我往后我能知道 反正我觉得就得过两年 反正再回头看 才只能知道那个时候的得失 得失肯定都不是当下的 当下的都是眼前的得失 我还挺开心的 我的那种感觉 好 让我们拍个拍例子 结尾的 你拿吧 你头小脸小的 充满客户 对 充满客户 多有 来玩 我在吗 在 去多少个地方 沙特 克鲁迪亚 金兰 武内到那儿之后 赶着向代路远远 赫隆兵 六七点钟起来赶紧远 但是你也可以理解 来都来了 话剧第一场开演 那个手 你现在上面还紧张吗 紧张 很多人他们都紧张 哪有呢 真的 人家人一人说一句 这个我们判断 扎听 叶子后撒 盘有啥子 完全猜不出来的 嘎啦 嘎啦是 这是外语吗 咋做呀 炸弹 从高处 有点不知 冒烟的 是吗 那玩意 哎 感觉是怎么回事 哎呦 就这啥不错 毛老师 你现在这个厨艺 放来了 反应反的 问过一个导演 三十岁的人 怎么演 不管用什么方法 先喝一杯 哈哈 我那个电影 就是演了一堆 辛亨夫妇 跟紫峰 对 哦 我长大了 到时候我们看着长大的 这会儿 走 又在一件事 一件事事别 现在讲还往厨房去呢 哎呀我天哪 哎呀我天哪 放心 他家没有铁锅 哎呀我天 大年三十一晚上 就跟大戏一样 情高深处桌子就走了 别吃了 好戏剧性 各怀鬼胎的福音 穿过车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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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 车碗有题词 忘词杂整 不就还骚 马上就举手了 哈哈 是不是因为你的 flow 比较简单 你竟然 俗上歌手拍战 为什么 那他对你的身份怎么认知呢 不 哦 哦 哎呀 吃饺子之前必须得 我求馄饨一个大西红柿 销成了一个玫瑰花 虽然你已经嫁给我了 但是你可以嫁给我吧 你家里没有人在 以后结婚一件事情 我爸今年开始有点随了 有没有随虾 毛雪旺的冬天季活动来了 没错 现在毛雪旺官微和微博综艺联合发起 寻找你身边的毛雪旺活动 大家可以发布身边任何与毛雪旺 或优酸乳相关的事物 在寻找你身边的毛雪旺 和毛雪旺双话题 发微博即可参与互动 是的 优质的内容还有机会 登上毛雪旺之家的大电视 快来参与吧 快来吧 上微博参与寻找你身边的毛雪旺 征集活动 分享生活中的毛雪旺元素 就有机会登上毛雪旺家的大电视哦